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来到AVZU 我是荣耀V20的消费者沐晨 严格意义上来说 三星A8S才是第一个挖孔屏 当得知三星要这么干的时候 国产厂商摩拳插掌 Lov4是第一部 Lov4配的是麒麟970 那线下阵营的产品实在让人没有胃口 荣耀V20发布之后 大家惊呼争相 确实在发布会当天 我也觉得性价比爆棚 但是当自己真的掏钱去买到的时候 事情有了变化 这部V20是我花了3102 从一个粉丝手上买来的 确实非常难抢 发售当天我和工作室的两个小伙伴 三个人一起抢都没有抢到 宣传的4800万像素的IMX586 到底是什么水平 挖孔屏的这个车 到底稳不稳 在荣耀V20小米MIX3魅族16之间 作为消费者 我们又该如何选择了 当下因为OLED挖孔屏不成熟 所以目前只有LCD挖孔屏 但因为物理特性 LCD没法做屏幕指纹 所以19年 我们将大量看到这种技术 限制下的设计方案 挖孔LCD屏加后置指纹 我个人不太看好挖孔屏这个方案 或者说是个暂时的过渡方案 其实这两年手机的工业设计 过于注重屏占比 大家都在等着方案商 能早点在OLED上实现 量产屏下摄像头 到了这个阶段 工业设计的重点才会 往其他方向转移 比如充电续航等等 LCD加上4000毫安电池 裸机厚度8.3毫米 重185克 能做到这么轻薄的机身 以及2.4毫米的窄边框 在尺寸和重量上控制得不错 整机做工质感尚可 背面的V型光变特色十足 但因为3000价位 国产机几乎都有屏下指纹了 所以综合设计观感和做工 外观工艺环节 美术主观打分4分 刚刚讲了荣耀V20屏幕 为什么采用LCD挖孔屏 现在我们来说它的好处和问题 好处显而易见 屏占比进一步提升 即便是与做得很好的OPPO 27相比 面积还是要小 1 3分之1左右 说到底是为了屏占比 但目前带来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屏幕边缘按角的问题 因为LCD屏幕不是自发光 所以可以明显看到 挖孔的边缘有一圈暗边和发黄 尤其奇怪的是荣耀V20屏幕下方 有大量的暗角 有点脏脏的发挥的感觉 观感非常不舒服 对我而言这比刘海屏还不能接受 而且这还是心机 后面会不会暗角现象更严重 这真的完全是挖孔屏的锅吗 我想还有品控的原因 第二个就是屏幕左上角的边缘开孔 可能在跌落碰撞时 屏幕模组更易碎裂 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 实验室的跌落数据目前并没有 这一点有待我们消费者的使用来一起做反馈 屏幕整体的色彩表现和观感的话倒还凑合 屏占比还不错 这个孔比三星的小 而且并不太影响日常的观感 三星明明有着顶级的产业链 但一把好牌打得稀烂 因为暗角问题还有可视角度的色彩偏移问题 荣耀V20的屏幕我最多个人愿意给它打 三颗星 从长期来看LCD挖孔屏仅仅是OLED的透明基底 加屏下前摄不成熟的初级阶段方案 挖孔屏是一个卖点 大家都来抢一抢 但是我个人心目中和水滴屏半斤八秒 我更加喜欢魅族的这样的方案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待这个挖孔屏 荣耀V20是我们目前能买到的最便宜的奇名980手机 安兔兔跑分309,816 Geekbench 4单核3600多 多核9780 3D Mark 4253分 跑分和同为980的Metalus Pro和荣耀Magic 2并没有什么差距 也就是骁龙845的水平 再看看实际的游戏表现 在室温20度的情况下 我们和845平台的小米MIX3 一加6T来比 用爱否的开防Mark记录 当然他们除了过场动画会有大量波动之外 几乎都是满帧率运行 但是无论王者荣耀还是刺激战场 荣耀V20的帧率稳定性都更差 当然只差那么一丢丢丢丢 如果不看帧数的话 你是感觉不出来多大的实际的区别的 所以980并不是数字越大越厉害 而845其实各有千秋 980当然不差 只是花吹们可以稍微低调一点点 温度控制和845并无明显的差距 但比上代的火麒麟970好多了 性能方面荣耀V20得益于 只不过在IoT这个块比小米稍微要落后个两三年 因为小米在物联网这块布局是智能硬件这块是很早的 但是整体风格上了EMUI还是图味十足 在审美上面华为的UI始终给人一种比较难看的感觉 交互动画和系统流畅性给我的感觉总是一种迷之卡顿 操作不够跟手这种平滑性还是有待提高 而所谓的性能超越万元笔记本 也就是华为云电脑模式 整体的体验并不够好 通过C转HDMI可以转接屏幕 然后蓝牙来外接键盘和鼠标 只能做一些轻办公 而且资料也不是本地的 不够安全总是给人 还有就是你要算一笔账 你每年用这个的华为云电脑 要达到一个够用的一年要花多少钱 而你买一台电脑能用几年 这个成本是需要你来综合的考虑的 同时呢很多人买笔记本或者电脑 也有很多离线的使用模式 所以说普通的电脑 反而会比这个华为云电脑 在流畅度和体验上面 可能要更靠谱一点 关于Link Turbo技术 大家可以看我们直观的强网速测试 实际体验Link Turbo在保持游戏在线 降低延迟方面表现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对游戏玩家还是有意义的 但是目前的Link Turbo 对于其他软件的适配性并不多 其实我在想它为什么不能做成 全局性的一个网络设置 所以目前来看局限性还是有的 综合来看Link Turbo实用性还可以 双屏GPS呢我们会单出一期节目 对比小米的这个博通方案和华为的自研方案 看看他们到底谁更精准这个双GPS 而荣耀V20的耳机孔 全功能NFC 红外遥控 一个都没有阉割 这点要给个大好评 功能与交互环节 我愿意给荣耀V20打4分 1分主要扣在UI界面和整体操作的平滑性 相机方面荣耀V20前置2500万后置4800万像素的索尼iMax 586主摄 加上一颗TOF景深摄像头 雷总前几天在红米Note7发布会上还吐槽过说华为属于抢先发布索尼iMax 586没有现货 所以我们特别要讲的就是这颗iMax 586 iMax 586一出来大家都很激动啊 都说iMax 586好强啊 比iMax 363还强 跟iMax 600一样的这种感觉 首先要讲的是iMax 600用的传感器是1.73英寸的底 而iMax 586是1.2英寸的底 他们都不支持光学防抖 也不支持双核对焦 其次iMax 600是4000万像素 iMax 586是4800万像素 这样一算下来iMax 600单颗像素面积是1微米 而iMax 586单颗像素尺寸是0.8微米 所以说这个iMax 586擅长的地方是细节 在光照环境充足的情况下 我们对比室外的建筑样张 放大看细节的确会比1200万的机子好些 但和4000万像素的Mate 20 Pro相比还是有一点差距 整体的细节表现已经优秀 据说iMax 586在光线环境较暗的情况下 可以通过算法多合一 实现1.6微米的大像素 但看这盆花 在背光的墙下 无论是600还是586都拍得很暗 这就是600和586的弊病 那就是单像素面积尺寸太小 光通量不足 难以带来很好的宽容度 再看这组微距 V20和Mate 20 Pro对焦距离上更近 都表现出了很好的细节和边缘 虚化大家都差不多 自拍来看 个人觉得小米更加自然 荣耀V20感觉可能是因为一定的光串扰 色彩更加泛白和寡淡 当然大家拍的都还不错 夜景的优势 主要有华为超级夜景算法的加持 整体亮度实际效果还不错 但毕竟不是物理大像素 算法合成还是光通量不足 纯净度不如Mate 20 Pro和小米MIX3 而魅族16的大底RMX380 确实没有下功夫调教夜景算法 因为V20有颗TOF镜头 可以支持媒体和3D全景拍摄 这颗副摄像头 只是负责景深的一个扫描摄像头 所以V20实际上更多是一个单主色的手机 综合拍照成片率 纯净度 色彩 人像 夜景 录像表现 经过我们多轮的对比实测 RMX363的表现 好于RMX586 也好于RMX380 这里有物理特性的限制 也有算法不够的原因 差距倒不大 但对于手机相机 算法 单像素尺寸 光学防抖都很重要 RMX586除了4800万像素听着过瘾 无论是单像素尺寸 还是对焦防抖上都有不足 魅族的RMX380本身 CMOS没有光学防抖 也没有好好打磨算法 RMX363 也就是在小米MIX3 MIX2S 小米8 这个上面用到的这颗 也是谷歌Pixel 3上面用到的Pixel 2上面用到的这颗363 本身它数字非常优良 而且大像素 双核对焦 光学防抖 各方面表现均衡 稍加调教 极可笑傲 而iPhone最新的CMOS 某种程度上 也是RMX363的特别定制版 这里我要特别提醒 千万不要按数字大小比好坏 那是营销套路忽悠小白的 我个人觉得363非常好 底子够了 小米9啊 魅族16X啊 什么的 千万不要用什么380 586 666 OK 继续打磨 这个363 就已经足够 可以祖传 可以再占两年了 荣耀V20标配 22.5瓦快充 30分钟充满52% 0到100只用了 1小时35分钟 就充满了 3小时续航测试 掉电42% 剩余电量58% 4000毫安的大电量的续航 表现在旗舰机中 都是很令人满意的 对比小米MIX3 魅族16S这种3000毫安电池的机器 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充电和续航环节 迷入主观评分 荣耀V20 满分 5分 最后给一个总结 在这个价位 荣耀V20还是比较香的 最大卖点 第一个就是 70980平台 相对来说 性能还是挺高的 是大家能买到的 最便宜的 980的机子 第二个呢 就是大电池 和快充 日常的体验呢 是很好的 挖孔屏呢 我个人觉得 更多是噱头吧 但其实挺悲哀的 19年我们可能会 很多的看到这样的屏幕 它其实给屏幕带来了 隐患 有比较严重的 这个暗角问题 希望大家在买之前呢 去线下的店 去看一看这个暗角 尤其是底部的 这个大暗边 是否考虑一下 自己能不能接受 反正我是不能接受的 而4800万像素 大家听听就行了 虽然部分场景表现 还真不错 而综合体验 iMAX586 是比不过363的 后面我们会专门 做一期363 380 586等型号 CMOS的对比横屏 和手机相机 CMOS的科普 现在很多手机 为了屏占比 做了太多的幺蛾子 什么挖孔屏 滑盖屏 升降结构 双面屏 荣耀V20 为主主观 综合评分 4分 所以对于一些 偏商务人士 注重性能和续航 如果你钱不够上 华为 Mate系列 那就比较推荐 买这个荣耀V20 当不上爵士 我们当个骑士 也可以的嘛 这一期 更多是我跟大家 不仅针对 荣耀V20的一期节目 还是针对这个行业 以及技术发展的 一个个人感受的分享 这部V20 我会以2888的价格 在我的微博包邮卖出 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关注我的微博 杨木城 V2开始做自己的 这个排行榜 设计库了 关于荣耀V20 和其他机型的 这个屏幕 充电 续航 发热 信能 等各种参数 大家都可以快速地查到 一目了然 谁更好 公众号搜索 关注VZU 关注消费者的心声 掌握最新 科技动态 觉得视频还不错的话 欢迎点击订阅 关注我们 B站的小伙伴 还可以长按点赞 激活数字三年 我是沐晨 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